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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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做好准备的态度 所以到了比赛场上 龟山国小的角力率的选手们 总是能迅速掌握每个制胜机会 现在是新年区龟山国小位处偏乡 学生人数不多 相对的角力队也很迷你 尽管没有坚强的阵容 但他们却有着超越其他队伍的激昂斗志 所以在今年的全国角力锦标赛中 龟山国小角力队就拿下了 国小女子姨组团体冠军 同时在个人赛中也拿下了三金三铜的好成绩 我们这次的全国角力赛 总共有六位小朋友有出赛 那其中得了三面的金牌 跟三面的季军 那同时也获得女生遗志组的一个团体冠军 那其实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其实只要给孩子一些机会 给他一些鼓励 给他一些训练 其实不管在在小的孩子 或者在小的学校 学生人数不够多 也一样能够得到好的一个成绩 学生们表示 这次能够获得肯定 相当高兴 虽然有些出乎意料 不过大家都是尽全力比赛 获得冠军有没有很开心 当然有啊 尤其是这一次我 我跟另外一个女生在遗嘱里面 有获得团体冠军 这感觉是第一次啊 上一次我们是拿到亚军 以为自己会遇到很强的对手啊 没办法得到冠军 没想到这次遇到 稍微跟我差不多高 也跟我差不多技术的选手 然后就突然就得冠军 超兴奋的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脚军 锦标在海中得到第一名 教育主任汪素敏说 虽然学校没有办法提供 角力队舒适的训练场地 不过孩子们在教练绝宗祥的带领下 总是不怕苦的努力练习 这次自己带队去比赛时 看着选手们在场上奋力拼搏 她的心情是既兴奋又紧张 当他们一开始有压制动作的时候 我当然很兴奋 尤其是他们压住别人的时候 别人要想翻身的时候 那时候我可能会在那个看台上面 比他们叫的都还要大声 这些奖状与奖杯 都是龟山角力队辛苦的代价 相信未来也将鞭策选手们继续努力 新北市新闻局日前举办幸福新民报特展 广受回响 因此特别在展区举办了一场下午茶的灿烂时光 听幸福新女性说故事讲座 邀请了两位来自印尼的新住民女性朋友 与民众分享在台湾的生活点滴 让民众除了体验多元文化之外 也能够增进对彼此的了解 新北市新闻局 趁着幸福新民报特展期间 特别在展区举办了一场下午茶的灿烂时光 听幸福新女性说故事讲座 邀请两位来自印尼的新住民女性 王温蒂以及邱布蒂 与民众分享在台湾落地生根的生活点滴 希望民众除了体验多元文化之外 也能与新住民朋友相互交流 尊敬对彼此的了解 我们今天特别在整个特展的一些生活体验之外 也邀请到节目中的一些主角 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们来到台湾 她们实际上这十几年来 她们经历过的事情 可能一开始非常的辛苦 因为语言的不通 让她们非常非常的难过 但是到现在十几年下来 她们工作上 她们生活上 家庭上 都已经跟我们一样 都已经比较顺遂 幸福新民报节目中 曾介绍过很多在台湾打拼的新著名女性 包括了广播主持人 蛋糕店老板 导演 翻译人员等等 以往观众只能在电视上 看到她们分享新生活的干与苦 这次则是透过了实际的面对面对话 有更直接的接触 更深的认识 由于讲座正逢下午茶时间 所以现场也准备了缅甸奶茶 以及香蕉蛋糕等缅甸茶点 让观众享用 我们现场也特别准备了一些异国美食 那我们想让大家在很轻松 听一下她们的心情 但是也可以真正去体验到 怎么样来认识我们这些新住民朋友 那让新住民朋友 真的成为我们的大家庭的一环 成为我们 虽然台湾社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份子 新闻市新闻局表示 幸福新民报全新一季的节目 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筹划拍摄当中 第四季的内容更加精彩 敬请期待 记者生平常们齐新北市采访报导 新北市绿竹笋评检比赛日前 在市府六楼大礼堂热烈展开 来自全市各区70位笋笼高手集聚一堂 角逐新北笋王的宝座 评审依照外观 柔韧度以及甜度等项目 选出总冠军 最后是由新店笋笼张庆龙所获得 同时她也拿下了没笋王的殊荣 来自新北市各区的70位笋农高手 起居一堂 纷纷将他们最满意的绿竹笋端上桌参赛 这是新北市一年一度的绿竹笋评鉴比赛 将选出10位优良奖 6位季军 3位亚军 以及美笋王 甜笋王 和全场总冠军 新北市农业局局长李文表示 透过比赛平台 让笋农坚可以相互交流 再加上新北健康三宝的行销 让新北绿竹笋更加有品质保证 我们每一年会产生6700吨的绿竹笋 那么经由我们现康三宝之后 现在呢都过去都完全没有滞销的问题 那么现在在所有的零售价格方面呢 也是最高的 像目前呢 零售价格已经到每台金150元左右 这是最平均的价值 那所有得奖的这些损友呢 他们的价格呢 都会到200块以上 所以呢是品质的保证 那让笋农呢 也有很好的收益的保证 评审表示 今年各农友的绿竹笋品质都相当优良 高手过招果然格外激烈 让评审委员伤痛脑筋 久久无法做出决定 而最后获得这次新北损王殊荣的是 新店的张庆龙先生 同时他也拿下了美损王 对于这次获得双料之冠 张庆龙表示 除了天时地利的条件 更要以天然的栽种方式 才能够让绿竹笋又嫩又甜 优良的土壤气候 然后它的光合 那后天的嘛 就是能为 能为就是 要以这个 能工方式 尽量不要以化学 那个除草气 化学肥料这样子 它的属性比较嫩比较甜 新北市农业局表示 为了推广绿竹笋 7月1号到7月2号 在台北市希望广场 将办理展售会 贩售各区比赛冠军 农友最优质的绿竹笋 另外也会陆续举办 财笋体验 品尝绿竹笋料理活动等等 而民众如果想要选购 可以洽询各产区农会 记者杨宝耀周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天气转热为了消暑 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到西边细水 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 副大队长蔡玉璋就提醒 民众如果要到西边玩水 一定要选择安全水域 或者是有救生员驻守的地点 另外也不要独自一人前往细水 万一发生了溺水状况 务必要记住救溺五步骤 马上就透过报道 带您一起来看 有哪些安全原则要遵守 天气逐渐转热 已经有民众为了消暑 开始到西边玩水 但在开心细水之余 往往也会忽略了安全 造成令人遗憾的溺水意外 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 救护大队副大队长蔡玉璋就提醒 民众如果要进行细水活动 一定要选择安全水域 最好是有救生人员住点 并且一定要有同伴相随 尽量要选择有救生人员住点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合法经营的露营区 会有一些住点人员 是我们的首选 那其他的部分如果说是没有人员的话 那我们是建议不要前往 那另外如果要去水域玩水的话 尽量是两人以上不要单独前往 这样发生意外的时候 会有人愿来做协助救生的一个动作 万一不幸发生的溺水意外 一定要谨记救逆五步骤 也就是叫叫声抛滑 首先大声呼救请求协助 并且拨打119求救 先让其他人和救助单位知道状况发生 接着再进行后续的救援动作 生就是利用一些长型的一些竹竿啊 或者是一些树枝等等的 尽量用器具去让它做拉扯 人员不要直接入水 那抛就是抛一些扶具 扶桶 扶球等等 要利用身边的一些东西 那如果我们旁边有一些大型扶具 像船艇啊什么的 我们再利用这个大型船艇 过去前往去搭救这样子 除了记住救逆五步骤 蔡玉长也叮咛 在救人之前记得先保护自己 避免救人不成反而成了逆水者 另外近年来天气异常 经常有即降雨或午后雷雨 因此要特别注意气象预报 不要让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像我们现在夏日有一些 午后即降雨的状况 它在山区的时候 河谷的水位会突然即降 但原本它可以行走的路径 可能会变成一个孤岛型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在这边呼吁的话 如果是气候不佳 或者是有即降雨的预报的时候 尽量不要往山区去做吸水的动作 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 再次呼吁 夏天玩水最消暑 但再清凉之余 务必要注意安全 千万不要轻呼 才能够快乐出游 平平安安回家 记者杨榜友 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 广告后要带您来看的是 数位最亮点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爱妈妈 欢庆抽奖 现在申办大新店有线电视 宽屏网路或是数位高画质套餐 就有机会抽铸铁锅 奈米吹风机等多样好礼 申办数洽2917 3939 本公司已经开始陆续转换新店区 深坑区的数位讯号 请收视户尽快来电预约 升装数位机上盒 快速约装专线6628 3399 大新店客服APP便利上市 可直接持手机条码缴交费用 也可线上进行障碍报修 更有专属好康推荐功能 赶快下载体验 数位生活好方便 数位电视发展越来越多元 台数越来越多 频道属性也越来越分明 在选台时您是否有眼花缭乱 遥控器按到手酸的困扰呢 透过数位电视的分类功能 用户就可以轻松的转台 而遥控器还可以像浏览电脑网页一样 设定我的最爱频道 数位电视甚至还会聪明的提醒您 想看的节目要开始播了 今天的数位最亮点 就要带您来认识如何善用分类功能 数位电视将近200个频道 当您在收视时 是否觉得台数过多 转台真辛苦呢 数位电视其实有着 人性化的贴心功能哦 按下遥控器上的选单键 选择节目表表签页 选择频道分类 这时会出现购物 儿童 教育等13个分类选项 数位电视特别将 所有频道分门别类 帮助您在收视时更便利 假设 我们现在只想收视 高画质的频道 就点选高画质的分类选项 接着 电视画面会显示 多频道节目表的页面 您会发现 数位电视已经将 所有的高画质频道集中在一起 您就可以从中 浏览选择要收看的频道 按下数位遥控器上的 OK键进入收视 而当您想要看其他高画质频道时 也不用再从选单进入 只要按下遥控器上的选台 上下切换 就可以看到其他的高画质频道 而一般标准画质的频道 数位电视以自动帮您筛选跳过咯 现在就来练习 为小朋友呼叫属于他们的频道吧 进入选单中的节目表 标签页 选择频道分类 再选择儿童 从多频道节目表中 您将会发现 这几个都是适合小朋友收看的频道哟 运用这个功能 就算遥控器交到小朋友手中 也很安全 不用担心他们会看到 不该看的频道或节目咯 除了数位电视 会根据频道属性为您做分类 您也可以依个人的收视习惯 为每个家人进行最爱频道的群组设定 按下遥控器的选单 进入节目表的标签页 选择设定最爱频道 在这里您可以编辑五种最爱的群组模式 点选其中一组进入 就会出现设定视窗 依据下方说明指示 将您喜爱的频道按下黄色元件 夹到右方最爱频道的页框中 选择完毕后 按下OK确认键 就会出现设定完成的视窗 下次要看电视时 您就可以直接按下遥控器上的OK键 出现分类快选视窗后 选择想看的分类别 或是自己设定的群组 就可以轻松收视了 在分类收视与群组收视的状态下 切换选台时也会在限制条件下做切换 而按下EPG节目表时 显示的也会是喜爱频道的节目表 方便您做查询预约 是不是更有效率也更方便呢 在选单的节目表标签页中 您还可以看到一个收视提醒清单的选项 这项功能主要用在当您预约的节目将开始播映时 系统会发出提醒小视窗 询问您是否切换到该频道 这样您就不会漏看想看的节目咯 设定节目预约的方法 按下遥控器上的EPG节目表键 进入到多频道节目表的页面中 查询到要预约的节目后 依画面右下方指示 按下遥控器上的蓝色元件 此时就已经预约成功 您可以在选单节目表标签页下的收视提醒清单中做确认 清单会列出已预约的所有节目明细 而在您挑选节目做预约时 若是播映时段有重叠 系统会出现提醒视窗 这时您依旧可以先按下OK 再回到收视提醒清单中筛选最终决定要预约的选项 要删除多余的项目 依下方指示按下绿色元件就可以咯 提醒视窗出现咯 按下OK 开始准备收看您最爱的节目吧 接着来看播播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到新店有限电视 本月份起将针对新店全区逐区 进行全数位化讯号转换作业 讯号转换完成后 无安装数位机上盒之电视 将无法收视数位有限电视 请尚未安装机上盒的民众 尽速来电约装 约装专线6628-3399 我爱妈妈欢庆抽奖 现在申办大新店有限电视 或大新店宽屏或HD99高画质套餐 就可以参加抽奖 不粘锅、奈米水离子吹风机、铸铁锅等 让您带回家 专案详情请上大新店官网查询 或洽2917-3939 大新店宽名让您全家吃到饱不降素 申办高速上网指定方案 立即享好礼二选一 上网月租费全额抵抗骗骗金 再送上网时间管理 申装专线2917-3939 新北市新女性协进会 决办银色奇迹动健康系列课程 只要年满55岁以上民众都可以报名参加 不断时间为7月至9月 地点在大峰社福馆与保新活动中心 详情请洽2915-3456 新店地震事务所推出书写范例一助手 提供民众常用之各类案件触控式书写范例 申请书自行等打列印 法令条文书及查阅等服务 欢迎多加利用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都会刊登在 大新店有线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芳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大家好我是三个字三个字